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年整个节目的大主题 其实就是围绕在唐明皇跟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上面 那么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为大家介绍 清代非常知名的剧作家洪生 以及他很重要的这部作品长生殿 那么在长生殿的剧本当中 其实有提到相当多的一些传统的节日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 对于传统节日非常有研究的 中正大学中文系杨玉军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玉军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荣幸可以来上这个节目 跟大家聊聊我比较熟悉的传统节日 玉军老师是中文系的专业 但是您怎么会开始对于节日 或者是节气开始有兴趣的呢 我对民俗一直都很有兴趣 那民俗很可惜在台湾没有一个专业的科系 就是说我们做民俗研究的人 我常开玩笑说我们是寄人篱下 就是做民俗研究的人有分散在中文系啊 历史系啊或者是什么民族系这类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真的是不太容易能够有一个 专属的那个学科啦 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老师为我们好好的 把这个中文跟节气民俗结合在一起 那在长生殿里头 他其实有提到一些跟民俗有关的这些节日啊 节庆到底有哪些曾经出现在长生殿的剧本里头呢 是洪森在写长生殿的时候 我感觉他对于这个整个年的时令 岁时时令的变化 他是非常有意识的搭配在他的写作当中的 那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长生殿 他总共50出 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杨贵妃是在那个一半的 大概25出埋玉这里在马维波就是被易杀 那以这个25回切上下两半 我们会看到上半有第5出的上四 就是那个福系的这一段 然后在第15出禁果呢 讲的是6月的那个时令 就是杨贵妃喜欢吃荔枝这个时候来进果 然后到了22出密室 就是7月初期 唐明皇与杨贵妃两个人在那边 愿生生世世为夫妻的社的这个誓言 那可以说上半部的长生殿 都是在描写一些比较快乐的 节日也是 就是他的这些活动 都是一些比较快乐的 有活力的 那可是我们在25出之后呢 我们比如说到了29出文林 夜雨文林常断生 这是出自于长恨哥这首诗 那已经入秋了 那个整个气氛是入秋后的气氛 再来就是39出的诗迹 讲的是清明 然后41回见月 是一个月圆的场合 到50回的重圆 又有一个月圆的中秋的月圆 所以这些安排 我们很明确的知道 洪生是有意识的 做这样子的时间跟情节的搭配的 哇 我第一次听到 有老师把这个节日 拿来作为整个长生殿里头 许许多多的切割 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看法 让我们也看到了洪生的巧思 那刚才老师其实有提到了 上四节 好像对我们来讲 比如说清明啊 中秋啊 我们都听过 可是上四节 好像是现在比较没有的一个节日 而且包括这个四 这个四这个字其实也很有趣 如果说是讲四这个字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过去 在没有现代化的历法之前呢 都是用天干地支来祭那个日嘛 那所以有时候一个月当中呢 它可能会有两个 两个四日 所以第一个就是上四 第二个是下四 有这样子一种说法啦 是 那个四就是自己的吉 但是后边风口的 那上四节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节日呢 上四节的 节日其实它历史也蛮悠久的 但是它的活动呢 就是比较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 就是在水边进行的一个仪式 我们叫做福系 福系 老师要不要讲一下这两个字 怎么写呢 对啊 就是还蛮常见的 是字旁 就是神明的神的 左边那个是字旁 然后呢 福这个字的右边就是拔 就是拔东西的那个右边 就是拔萝卜的拔 对 提手改成一个是字旁 是 那系这个字呢 也是左边是四字旁 然后右边是个契约的契 现在好像很少用到这个字 非常少 那大概只有在古籍文献上面 我们才会用到这两个字 那福系它们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仪式 但是呢 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要除灾 把灾祸去除 那么福系比较 尤其是系 它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这个除灾的仪式呢 是要运用到水的 那是 所以一般来说 福系呢 都会在那个水边来进行 所以上四节的节日活动 就一定会到水边去 做这么一个除灾的仪式 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些 驱邪植物的辅助 那所以这个是 我们对于那个上四的理解 那后来我的 对节日的研究 给我的感想 就是说上四节这个明目 其实很早就已经消失了 可是它这个节日的仪式呢 是打散了 在我们的一些人生礼仪当中 我们都还会用到 运用驱邪植物跟水 来除灾的这个仪式 那我就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端午节的时候 有人会取五十水 对 那这个五十水 有两种一种 可喝的 一种是拿来洗浴的 那这个五十水里面 它就会放一些驱邪植物 所以它其实就是 已经体现了 福系的精神了 就是有水 有驱邪植物 然后是除灾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例子 那第二个例子 就是如果我们 有去钓伤的经验 尤其是现在 礼仪公司 他们都会准备一盆水 里面有艾草 或者是台湾叫做博草 可能还有一张符什么的 让大家掉伤过后 能够洗去那个 就是不吉祥的那个晦气 这个我也认为 是一个福系的精神 所以呢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那个王羲之血的 蓝亭集序 他的那个蓝亭集序 里面呢 他讲的其实也就是 福系这件事情 因为他一开始 他就讲什么 永和九年 睡在葵头 然后是什么 休系事也 那个休系 这个系这个字 就是那个福系 那大家注意一下 蓝亭集序的内容 里面有提到 他是 就是在水边 什么 清流集团 应代左右 是在水边的一个亭子上面 他们就是在进行一个 福系的这个仪式 那福系他因为是在春天 三月初三 这个时候进行 那么春天风光明媚 到了郊外去 你很难只做一个仪式 就回来 所以呢 上市就会发展出一些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 西游的 西系游乐的 西游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像那个 蓝亭集序这些 就是一群文人 去休息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 饮酒作诗啊 变成是一个文人雅集的盛会 这样 那 明目上面 其实三月初三这个日子呢 在我小时候还是有印象的 只不过我们不叫上市了 你们小时候有过三月初三 是 我们就叫做三日坐 或者是三过坐 应当三日坐 就是我们扫墓的时间 反而是扫墓是在 是 这个时候 对 就是上市节的那个 节日的精神 如果我刚刚所说 他是打散了嘛 是 他有很多 然后被其他的节日给吸收掉了 那跟春季 就在春季 有几个节日的日期 非常的接近 那这几个节日的习俗 其实都是有互相的吸收融合 对 到了我们 春天就是有 老实说上市节 然后还有 清明节 清明节 还有韩时节 韩时节 现在好像也没再过韩时节 没有 韩时节他一直就是他流传的地理位置 其实范围蛮小的 没有非常的广 然后他的时间又很不好抓 很不好抓的意思就是说 文献上面说韩时节是怎么样计算 他是从冬至开始数105日 所以那韩时节的落点呢 就刚好是在上市跟清明这附近 所以大家如果去翻一下我们农民历 会发现说三月初三的上市 这是赵阴历来的 然后赵阳历的清明在四月初四或初五 这两个日子他跟那个在历 就是每一年的历上面其实不会差太远 都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星期之内 都会在同一个星期 差不多 就是偶尔可能会拉长一点点 但不会距离太远 那这样好忙哦 同一个星期里头又上市节 又韩时节又清明节 但是他们是不是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呢 是就如我刚刚所提到的 上市节他主要就是水边除灾 这个福系的这个仪式嘛 那可是因为到水边去 你就等于是要离开 你所聚居的人群所在的地方 往郊外去 那这件事情后来我认为 就是所谓的清明踏青 就是吸收了这个上市福系的 这个部分的功能 所以我们常说清明节要踏青嘛 那踏青其实就是以前 我们要到郊外去找一个水边 来进行除灾的仪式 后来他变成一个踏青的仪式了 也不是仪式 一半的仪式啊 也是一个休闲活动嘛 是 那韩时节呢 在唐明皇跟杨贵妃他们的时代 韩时节的节日重点 是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 韩时节其实在当时的节日重点 就是扫墓 就是在文献上面就是很明确的写 就是韩时节是扫墓的日子 那这个三个节日 上市啊清明跟韩时 我刚刚说时间非常接近嘛 他们很接近 然后在唐代的时候 甚至就是休假也都连在一起休 我们从唐代的那个休假的制度上面 会看到可能以韩时这个名义 可能一口气要休上七天 我一直都认为这个应当就是我们的村假的起源了 对哦 但是他们那时候没有儿童节 没有 问得好 那这样子的情形到了宋代之后呢 我们就感觉那个上市已经越来越没有人提起了 那等于说是清明就后来居上 把那个上市的那个仪式 还有韩时的扫墓这件事情吸收成为他明目下的一个节日的活动 那也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所谓的清明节 这个是上市节 其实在鸿生的长生殿里头讲到这个上市节 好像没有那么的雅致 是唐明皇带着杨贵妃 还有杨贵妃的三个姐妹 就是三位国夫人一起去郊游 那一路上据说这个国夫人们的这个首饰还掉落 然后百姓都可以来捡这些首饰 感觉非常的铺张 非常的豪奢 所以上市节就是一个玩耍的节庆吗 可以这样讲吗 他有部分 对我可以 我认为他部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玩耍的性质 事实上呢 凡是春天的节日都应当要有这个部分 尤其是历来春天也就是求偶的季节 所以你说那些那些三国夫人 他们为什么穿那么漂亮 虽然说他们已经是已婚的妇女 可是像这种春游的场合 真的就是年轻女子 就是打扮得非常的漂亮 那出去踏青 那就可能一不小心 就会有什么样子的罗曼史出现了 是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春天的节日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福系 那我在老师的一些研究里头 有看到有些题目 当然没有每一篇都去判 但是发现老师好像有提到说 还有踏白草 是 因为春天的节日 它其实都有一些共通点 其中一点就是说植物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开始萌芽生长 那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这个植物的这个等于说有点像重生那样子的 是让人家感到非常的欣喜 对这个生命力充满了赞叹 所以呢 在春天就会有春游的这种 你要说习俗也可以啊 那因为你闷了一整个冬天 那在这个时候气候比较温暖 本来就是应当要春游 所以所谓的踏白草呢 其实就是出去那个散步啦 就是踏青啦 踏青啦 应当这么说 踏白草其实就是踏青 那就因为你直服了一整个冬天 你身体真的需要好好的动一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踏白草就是有点像春季例行运动 大概有这样子的意思 但是从这边呢 可能我们还有衍生出其他的风俗来 就是说踏白草它可以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认识植物 认识植物 认识植物 那你既然出去踏白草踏青 沿路就是会看到很多的植物嘛 对不对 那所以后来有发展出另外一种春天的习俗 叫做斗白草 这个我们在《红楼梦》里面 也有斗草的这个段落 如果读者有印象的话 那什么叫斗草 就是说我今天出去踏青踏白草 我就把我认得的植物都摘起来 然后你也摘我也摘 然后我们就聚在一起 那就互相的竞争 看看说我摘到的 我认识的植物种类比你多 这个是纹豆 比如说豆白草还有分纹豆跟五豆 五豆 豆白草还可以五豆 对五豆是怎么豆呢 就是比较粗鲁一点的 就是我摘来的植物 跟你摘来的植物 我们两个绑在一起 用力扯 看谁的植物比较韧 扯不断 这个叫做五豆 所以那那个 就是衍生出这样子的 很有趣的那个竞争的风俗 我一直都觉得 踏白草是个很棒的习俗 那我们小时候就是 扫墓的时候会跟着祖母 扫墓之前 可能就会跟着祖母出门 然后就会去采那个 我们会拿来做超贵的那种 蜀菊草 那其实 那个在野外就采得到 那当然 是 所以这这样子的一种春天 到郊外去的这种踏青 你即使没有给他安上 这么一个名目 它其实都可以是成为一种 民俗植物教育的机会 是是 就好像我们现在 如果出去爬山 去踏青 有时候会去顺便认识一下 身边走过的那些 是什么植物 对 不过现在好像大家都只认得少数的几种 是 叫不太出来名字 是 这非常的可惜啊 然后我记得好像小时候还曾经有玩过 就是那个炸酱草 剥了以后 拉一条丝出来 然后两个炸酱草勾起来 用力扯 可知你也玩过 豆白草啊 这样一想 原来这叫做豆白草 这小孩子的这些游戏啊 那个或许以前就是有很长远的历史 只不过 如果刚刚所说民俗一直到现在在台湾 甚至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学科 所以我们对民俗的研究真的是还非常的初级啦 那像刚刚我提到这些很多的 说不定他有很长远的历史 只不过过去的人也不重视 那也没有记录 我们也就无文献可考 所以做这方面的研究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是 还好今天老师有跟我们讲这么多很有趣 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说 原来在这段时间上四节到清明节的这段时间 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事情 那我想聊到这边 我们就来听一段跟这个上四节 其实有关的唱段 这就是在昆曲长生殿第五出的戏游 这个戏就是刚才老师所说的福戏这个戏字 也就是在讲到三国夫人 他们到郊外去玩耍的时候 所唱的一段唱段 一块来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毒量尽 我买吧 梅子 大村老师 屁nd 毒量无陈 的 毒量无陈 白小 雷 LP 那 露驾海国富神 露驾国国富神 露驾行国富神 奉至赵云秋夏 欲赐云 把菜儿栽进前去 Yiono 约你逢了亞日 俗禄液钊群 Light содерж 对空液 嘤 YONE 用乌秋夏 古风 哈哈哈哈 妙啊 安 安若山往去江有晚 恰好余作三国妇人 都是天子过世 唐天姿啊 唐天姿 你犹了一位贵妃 有天上几国阿姨 毫不凤雷也 听闻去花贵人 可声方知天姿而尊 且赶上前去报产一回 花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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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贵人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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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云 大云 大家来聊一聊在长生殿当中的 许许多多的节日 刚才老师有提到这个逗白草 就忽然想到现在小朋友好可怜 很可能从来没有逗过白草 他们的白草认识都是在手机 或者平板上面 刚才老师有跟我们提到 这许许多多的节日 其实老师刚也有提到节气 节日跟节气 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的 我因为做这个节日的研究 我有发现在教学当中 日常生活当中 我都有发现 我们国人对于节气的了解 是非常的不足 而且有相当大的误解 那简单的说 我们提到所谓的农民力的时候 应当要认知到一件事情 就是农民力 它其实是一个阴阳和力 阴阳 它不是阴力 它是阴阳和力 对 就是说我们如果翻开一本农民力 会发现里面有记录 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三月初三 那五月初五端 五七月初七七夕 这个都是照阴力来的节日 可是同时呢 你会看到里面列出了 用阳力来计算的二十四节气 所以这个叫做阴阳和力 那在我们的一年当中的几个重大的节日当中呢 除了我刚刚提的那几个以阴历日子为主的节日之外呢 我们还有两个是从节气变形 或者说它扩大成为节日的日子 一个就是春天的时候的清明 另外一个是冬天的时候的冬至 他们本来都是节气 但是因为他们的节日发展过程当中呢 有纳入了一些比较有人文气息的传说 那于是它的活动内容丰富 就变成了一个节日这样子 所以我们所谓的阳力 其实不是西方来的这个阳力 而是说它其实在中国更古老的这个历法里头 就已经有阴历跟阳力了 是中国的历法相当的先进 它很久以前就一直是阴历阳力并行 对 那我们现在会有这样子的观念 是因为呢 到了明清两代 有许多的西洋传教士进来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汤若旺 他就比较接近那个皇帝 于是呢 他们所主张推行的这些西方的阳力呢 就也获得采用 但是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完全外来的 就是只是过去我们的帝王的时代 的确都是以阴历为主 然后阳历为辅 那民国建立之后 才慢慢的把它给改过来的 我其实觉得农历这个词 农历或者农民历都有一点奇异 所以我为了要清楚的区别 我就会很明确的使用阳历跟阴历 两个概念 就是一个是看月亮的立法 一个是看太阳的立法 对 好 那我们的制作单位非常贴心的准备了一张 就是各个时令节气的日期 我们在这上面就看到在春天 其实所谓的三月份 就有刚才老师所提到的上四节 然后还有清明节还有寒时节 他们其实几乎时间非常的靠近 他们这个都是阳历 还是是属于阴历的节日呢 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三个日子里面呢 竟然只有一个是阴历的节日 就是三月初三这个上四节 那清明节我们知道 它是阳历的节气 刚刚已经提过了 那寒时节呢 又是一个很有趣的日子 因为寒时节的计算方式呢 竟然是从冬至开始起算的105天 所以他呢 他的日子也是以阳历为主的 那通常就会是在清明节前一天 通常 清明节前一天 是 所以我们就有这么三个日期 非常接近的那个日子 那他们的节日的活动重点呢 本来也是有所区隔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上四 就是福系是他主要的节日重点 那寒时的话呢 就是顾名思义 寒时是需要寒时的 要吃冷的东西 要吃冷的东西 那这个是基于戒之推的故事 就是说据说他当年 他的主公 他勇力的主公 成功了之后 想要封赏所有的手下 但是节日推 可能是一个性格 比较眷戒的人 所以呢 他就不愿意接受封赏 躲到山上去了 那他的主公为了要逼他出山 就放火烧山 那戒之推坚持不肯出来 所以就被烧死在山上了 对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地点呢 是在三西太原 那寒时姐就是从那个地方 发展出来的 就是说三西太原这一带的人 他们认为说戒之推是 受了这个冤屈而死 所以他们为了纪念他 在他的死亡的那个日子 前后几天就自主的不点火 那以表示对戒之推的敬意 所以呢 会在前几天就先准备好食物 然后在寒时姐当天呢 就不点火 只吃冷的东西 那这是早期的 韩时姐的习俗 那关于戒之推 因为他是被烧死 所以寒时来纪念他这件事情呢 在古时候是有非常严格的 执行寒时 那所谓严格的执行寒时的意思 就是说真的在寒时前后呢 你家里的所有的火 通通都是要熄灭的 然后呢 当时的民间的传说认为说 如果你没有熄灭的话呢 那么可能会影响到 未来这一年这个地方的很多的作物啦 或是收成啦 牲口啦 他们的那个顺遂与否 所以因为攸关如此的重大 那官方呢 会派人去检查 你们家是不是真的有进火了 那当时呢 有一种记载是说 官方会派出一个官员 他会拿着一根额毛 到你家的那个灶的那个灰那边去搅一搅 那为什么呢 因为额毛预热 那个羽毛就会卷起来 就是说严格到 你甚至不可以是 只留下一些 有微温的灰烬都不行 就是用这种方式才可以严格的 执行进火这件事 那像这样子的事情 大概是发生在哪一个朝代的事 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是在周 周朝 是的 周朝就已经有这样子 哇这么严格的一个韩时的 是 当时可能不是称为韩时 这个仪式叫做进火 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认为韩时节的另外一个起源 是这个进火的这个习俗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的韩时节又新增加了一个 节日的内容 是会让大家很吃惊的是 韩时节在唐代的重要的活动 其实是扫墓 韩时节扫墓 反而不是清明节扫墓 是 这个是在唐代的文献当中 有明确的记录的 就是韩时节是扫墓的日子 那这个韩时 就是扫墓的这一季 这个韩时节的 习俗呢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是开始变化 也不是变化 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三个日子 时间非常相近 在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 的唐代背景 这三个节日是并存的 就三个节日都有 都有 都有人在过 是 那到了宋代之后 我们就发现上次 几乎就是很少人在过 就不见了 然后那个韩时的 那个扫墓习俗忽然变成了 是清明的习俗 那清明的 我们说清明要 那个扫墓不就是也会出 出城去吗 因为我们墓地一定是在郊外吧 对 所以你清明的 你要扫墓就要出去 那就跟那个上士节要春游 这个又有一点相关 所以说那整个春天的 这几个节日的活动 到后来都让清明节给吸收了 所以我们现在会说 是清明节扫墓啊 或清明踏青啦 其实都是有这么背景的 这几个节日的活动 慢慢地累积 然后被清明吸收而来的 那我还可以再多讲一点 就是说我自己认为 我们现在的清明的饮食里面 其实也有一点寒食的精神 就是说我们清明 以台湾的习俗来说 我们会做那个插蛙粿 对耶 是不是 绿绿的那个插蛙粿 对对对 那我们都是早就做好了 当天就可以吃嘛 甚至连春卷 我都觉得是有这个意思在 因为我们春卷不会热热地吃 都是先做好了那些 老师讲的是轮拼吗 轮拼 对 那就是春天的时候吃春饼 本来就是一个春天的那个习俗啦 对那 我觉得啦 就是有这么一点寒食的遗风在啦 所以春天吃这个春饼 在古时候 我当然知道就说在台湾 好像就是时间到了 就是吃轮拼的时候到了 可是在古代的时候 他们也有春天吃春饼 这样子的习俗是不是 有的 杜甫都写过诗呢 就是说春饼是春天的时候吃 那他的做法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讲的轮拼差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春天很多的蔬菜 就是长出新苗嘛 那所以呢 为了要把这些最新鲜的菜吃下去 所以呢 那个春饼里面包的菜 其实有一些就是生菜 那跟我们那个吃润饼的时候 要有一些生菜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只是我们把它称为春饼的 这个食物呢 在过去不同的地方 他不一定是在哪一天吃 但是蛮多的地方 他们的确是在春天 只是不同的日子 来食用这个春饼 是是是 所以这些都是跟当时的这些节日 留下来是有关的 那么在我们昆曲长生殿里头 也有一折 是跟清明节有关的 那就是在老师刚才有提到的 第39折当中 司祭 就是私下祭拜这一折 那他的剧情是说杨贵妃 他的香肖玉影之后呢 他的两位贴身的宫女 永兴以及念奴 就在清明节的时候 为杨贵妃设立了一个牌位来祭祀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又巧遇到当时流落江南的 这位宫廷的老月宫李归年 于是他们三个人就开始怀念起 当年的许多的故事了 那么想请问老师的就是 当时候在唐代的清明节 大家是不是除了到郊外去祭祀之外呢 也有这种在家里头对着祖先的牌位 或说对着已故者有设牌位祭祀这样的习俗 在唐代应当是没有的 因为据我们所知 那个设祖先牌位这样的事情 在唐代是没有的 甚至牌位的这种设置的存在 可能要到宋代以后才有 所以是送以后才会有牌位 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呢 祭祖这件事情 都只有贵族才可以 皇室贵族 一般百姓其实是没有什么 纪念自己的祖先的那种机会 那甚至像 等一会我们要听的这支曲子里面的 设牌位祭祀 连牌位这种东西的出现 在唐代也是没有的 据我所知 当时宋代以后才有佛教的人 设那个牌位这种形式来进行祭祀 那我们可以猜想 宏生当然是以他一个清代人的所见所闻 来去设想 对 就是说永心念奴应当会在清明的时候 来为他们过去的这个女主人 来设一些祭祀 所以在长生殿的故事背景的唐代 当时的人他们没有什么机会 去纪念祖先 大概只有韩时节扫墓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唐代的文献当中 曾经有这么一条禁令 说的是大家在韩时节去扫墓的时候 扫墓完好多人就直接就在墓地前面 就把带来祭祀的贡品摊开来 因为我们祭祀都会准备比较丰盛 所以就有酒有肉 于是竟然就在那个坟墓前 就开启了野餐party了 大吃大喝 是大吃大喝 然后喝了酒又很开心 可能又卡拉OK一番 那引起了一些味道人士的不满 所以就去跟皇上打小报告 于是这个朝廷就下了这么一道禁令 就说韩时节扫墓 那个有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大家都会在那个墓地前面 就开始饮酒作乐 所以从此以后要禁止 禁止就是说 你扫墓完之后呢 请你把贡品什么东西通通都收拾好了之后呢 还要含泪 跟祖先的那个坟墓呢 鞠躬告辞 他真的在法律规定里头说 大家要含泪 这个用词是这样子的 测钻器 测钻就是把我们那个贡品都测下来 结束之后要弃辞 哭泥着词别 然后呢 食鱼于他所不得坐月 就是说你要你要吃这个东西呢 请到他所就是其他的地方 而且呢 也不可以坐月 不要那个刚扫墓完 很悲淒的怀念祖先 然后马上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个野餐 还卡拉OK 还真是卡拉OK耶 真的 老师所提到的这个 就是在唐玄宗开元20年了 真的有颁布这样子的一道法令 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难以想象 是 我们从这个禁令里头呢 我们可以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从上四 清明 韩时 这三个节日 他们最后融成一体 它里面的 节日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 一方面又有踏青 甚至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野餐 这样子的一个饮酒作乐的 快乐的那个一面 另一方面呢 又有很严肃的 到那个仙人的坟营那边去 纪念扫墓祭拜的 这样严肃的 一个层面 那我觉得很佩服 洪生的部分 就是说 他对这个节日的那个理解呢 他给他做了非常巧妙的运用 以长生殿总共50则 来说 我们知道第25出 刚好是一半的地方 就是贵妃死于马维坡 那这个上半部呢 我们就看到 那个第5出是戏油 那集中描写的 其实就是一个春天春游 还有饮宴 这样子的一个快乐的活动 那到了39则 我们看到 诗记就是清明节的背景 那么永心跟念奴 他们就会怀念 他们过去的女主人 那于是就有这个 纪念王者的这种祭拜 所以我一直说 洪生是有意识的 把他的情节 跟这个节日的内容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很有意义的结合的 是是 从这里头也让我们 真的非常非常佩服洪生 除了他整个 故事的铺排之外 他连这个节日 都非常巧妙的 安排在他的这部剧作里头 好 聊到这边呢 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也差不多到了 整个长生殿里头的节日 其实我们才介绍了一半而已 还有包括像是中秋啊 包括七夕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 再继续的请老师来为我们介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我们要请大家一块来欣赏的 这就是老师刚才所提到 在思绩当中 就是念奴跟永兴 他们设了杨贵妃的牌位 虽然说当时可能 没有牌位 对 汤潮是没有牌位的 那么他们也碰到了江南 流落江南的李归年 所以我们就一块来欣赏 这是由上海昆剧团 季正华老师 他饰演这位李归年老月公 在谈词这一折当中 无转的这个曲牌 同时我们也谢谢 国立中正大学中文系的 杨玉军教授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这么精彩的介绍 谢谢杨教授 谢谢主持人 好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再见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